Hello,各位来到Star Seasow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最近都过得如何呢? 希望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注意休息、睡眠和饮食 保护好自己,用快乐的心情面对每一天 那今天快问快答的主题,我们要看的是 他喜欢我吗?他对我们关系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 在之前的快问快答当中呢,有朋友反映说 我很少提到暧昧关系的这个话题 那今天的占卜适用于所有的关系 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测试一下 他目前对你的喜欢程度和想法和打算是什么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环节吧 在我们面前,从左到右有三副组牌 为了方便大家的选择,今天用了三个字母当作参照物 那从左到右的字母,第一组是P 好,第二组的参照物是B,看很像一颗金鬼子哦 好,第三组的参照物是字母H 大家可以选择第一眼吸引到自己的组牌排面 或者是以字母为参照物来选择吸引到字母的形状 或者是颜色 好的,选好的朋友们,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 好的,选择到第一副组牌,参照的字母为P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 好的,选择到第一组组牌的对象 你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 他喜欢你吗? 他对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猜猜他的心思吧 好的,掉出来了 第一组组牌的对象,你们之间有发生什么吗? 你觉得你心目中所想的这个男生啊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他是有点伤心和难过 对待你们的关系,他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和疑问和疑惑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张Night of Swords Threat of Swords 还有一张The Moon 所以他最近呢,是有一种内心不安全 然后想让自己一个人休息休息 对于关系有一种盲目和不安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他喜欢你们这个话题和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对象在心里边啊 是想,是喜欢你的 他这种喜欢呢 让他觉得对待你身上的一切事物啊 一切这种感情上的元素都是满意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Ace of Cups, Night of Cups, Five of Pentacles 但是呢,有许多现实的阻碍,打击和考量 让他觉得他不得不去正常的,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在这之前有可能感情要稍微搁浅 说实话,他觉得对待你的感情 有可能现在对他来说是一种小小的burden,小小的负担 有可能他身上有许多的使命要去完成 或者说在现实当中,他不得去考量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张影视牌和一张The Fool在Devil的上面 Devil in Reverse的上面 我感觉到啊,他是喜欢你 如果我们要给他的喜欢打一个分数的话 我觉得起码有70分左右 65分到70分左右的喜欢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身上背负的东西非常的沉重 有可能要对应到大家目前的个人状况了 这个人有可能现在也处于一种并不冷静的 在徘徊的,或者说对自己不自信的 有一种防御机制的时期 所以说他的情绪没有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安稳 或者他跟你的交流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 这种状况呢,一直让他和你的心中都备受压力和打击 我觉得其实是他本人的心理状况现在不是很好 一般在这样的情绪当中 我觉得爱情有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稍微奢侈的一件物品啊 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 价格有可能会比较高啊 因为他现在呢,要一个人去面对虚拟多多的事情 我觉得他内心中的想法是暗流涌动,汹涌起伏的 所以说有可能这个人也有很,有睡眠问题 和最近在神经调节上有没有很好的感觉 对待感情,我觉得他想为自己找出一条路 或者说想为你们找出一条路 但是却没有看到远方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他也是抱着一种盲目不安的感觉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想到应该去离开这样的一段纠缠拉扯的关系 但是呢,我觉得从他内心中的想法 因为我们看到Night of Swords下面是像Ace of Cups 首先我觉得他喜欢你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喜欢有点稍稍的虐的感觉 所以说他对你们的感情总体上来说是满足 但是总觉得缺那么一点点 哪怕是你和他都认为缺那么一点点 对你们的感情来说都是一个瑕疵 我感觉你们两个都是非常强的完美主义者 所以如果现实,比如说地狱,经济环境 甚至是现在的你们的经济问题和工作,学业问题 如果产生了问题的话 其实如果没有摆平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让他觉得不知道如何面对你们的感情 但是你们的感情对他来说又是一种牵连,牵扯 是一种没有办法摆脱开的一种情愫 甚至是诱惑 所以我们看到The Devil in Reverse 和一张The Fool in Reverse在他的身后 所以我感觉他的情绪是比较波动 比较有这种层次感的 对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 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呢 我觉得第一组抽到了就感觉有点虐心的感觉 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发生了什么呢 来看这个主题 希望你们不要太难过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 就是有可能在 最近就是9月份的这个阶段 这个人有可能都不是说很热情 因为他的想法都比较消极 他进行的判断有可能都不够理智 然后他也正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理智 好吗 我们抽一张指引牌出来 好的,非常好 我们抽了一张The Sun 然后一起掉出来的是一张Native Source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啊 他指引牌给我的能量是 他想在生活里边当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 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了一张的Sun 这两张是一样的牌 所以如果他现在没有在生活当中感觉到阳光 或者你们关系当中的这种期待的话 他会让自己呢多多去思考 我觉得首先他会首先去思考 他也会让自己去面对 虽然说我们在这边的塔勒派片看到都是一张逆味的 但是呢,这张Native Source也告诉我们 他其实确实有在冲锋陷阵 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让自己冲动 我觉得他并没有说十分的理智 从星座上来讲呢 这组牌的朋友有水象星座 有风象星座,有处女座 也有摩羯座 比较少啊 水象是巨蟹座 天蝎座和双鱼座 那风象星座的男孩子也很多啊 水瓶座,天瓶座和双子座 我觉得你们关系啊 主要是由他的心情和他的状态来进行一个波动的 他现在的状态呢 如果没有一种很强的能量的话 他就会让你们的关系看起来云山雾绕的 就是非常的没有 没有一个前 就是看到前路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The Moon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环境 或者是给他心情带来的一种 非常消极的投射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蛮需要 让自己呢,先走出来的 在感情里边有很多朋友 你们确实是暧昧期 因为是Ace of Cups, Night of Cups 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已经 就是临门一角 但是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却出现了阻碍和压力 让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人是喜欢你的 你可以继续在等待他一下 他的喜欢有可能是那一种 要整理好自己 才能向前喜欢的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有点主观 或者他这个人有一点自我 喜欢百库,神秘,或者是孤僻 这些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还需要稳住自己的心性 有可能他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男孩子 有可能能在生活当中 他是那种比较俊美 然后在感情里边 是那种潇洒浪漫 歧视一般的人物 但是如果他自己面临了一些 自己内心中过不去的坎的话 他总会让自己先去 比如说先去一个人修养 要不然就是一个人 在狂风暴雨当中狂躁 这都是有的 对,所以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会比较辛苦 我要守候一个这样的人 掉了 好,好死 我看一下对方身上的能量 是什么样的 他对你们关系的打算 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他 他现在有可能对你们的关系 是画一个休止符 或者说以一个消极的态度 在思考你们的关系 但是呢 他对你的激情和热情 却没有熄灭 他一直觉得你是那一个 比较稳定的 能给他带来很好运的对象 甚至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对,因为我们这边 看到了一张truck 这是一张送子鸟 和一张一个house 一个女孩子 和一张the moon月亮牌 所以我觉得他 你有可能现在心里边 也是一种月亮的心情 因为他也是一样的 你们两个在映照的对方 他的不安全感 也照射到了你的身上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打算 他一直觉得你是那一种 稳定的 可以居家的 或者说是可以跟他 一起建立稳定关系的 甚至是走向婚姻的那个人 但是他现在还需要 很多的时间 让自己去考量 让自己去平稳 因为我们在他身上 看到都是大牌 影视牌 愚人牌 恶母牌 太阳牌 都在他的身后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面临的这种考量 是他内心当中 对自己的一种考验 并不是你本身的 而对于你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比较满意的 甚至是有很多浪漫幻想 去喜欢的 但是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 或者说他要 拖获自己心里的那一关的话 不管来看影片的朋友 你们出于哪一种关系的时期 是暧昧期 稳定交往期 还是看一个分手的对象 还是你们的关系 一直在拉扯拉锯 最近他的状况 都是不良不佳的 所以给他一点时间 好吗 地组的朋友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天使卡 地组的朋友 什么样的提示和建议呢 好的 和解 reconciliation 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们在看前任 或者是争吵的对象 或者是暧昧当中 他有点呼隆呼热 不见 不见人影的这个关系的话 他是会回到你的生活里边的 因为他是一个骑士牌嘛 而且他的 他的速度应该是 老无隐屈无踪 回来的也是比较快 让你错不及防的这个 他回来的话 都是带着这种 太阳一般的热情和心态 他会在他自己 本身状态良好的时候 他就会重新走向你们的生活 你们之间是非常浪漫 浪漫的 就是有这种浪漫奇幻关系的 就是这个感情关系 很让我 让我想到了 就是 让我想到那种 就是 在中世纪啊 那种怪盗骑士和 浪漫公主 或者说是 深归 在深归当中的 大家归秀的 这种恋情的 一种模式 所以我觉得 他的爱情 有可能会让你觉得 没有很多的 这种安全感 但是你要相信 来看影片的 你是值得被爱的 无论如何 我觉得你们两个关系 还未完待续 但这个人的情况 有可能会让你感觉 反复的在磨练 你的心性的感觉 所以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非常的辛苦 你们辛苦了 然后呢 第一组的男生朋友 为你们再解读一下 男生朋友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们 你们本人有可能是 在看一个 刚刚伤害了你们 或者给你们打了枪的女生 或者说是 就男性能量啊 就是不管这个人的 gender是如何的 你们现在的状态 有可能都不是很佳 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想了太多太多 又觉得是不是已经 已经晚了 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呢 但其实我感觉到 这段关系啊 它只是在一个 沉淀期而已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 一个关系节奏当中的 是暧昧呀 是分手呀 还是在正常交往 却有一点点忽冷忽热 忽明忽暗的 这关系 我觉得你们的感情 还是存在的 这段感情呢 其实是在鼓励和 和推动着你们去 跨越自己 或者环境当中的 某种阻碍 F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这是一张核心牌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现在目前面临的是 怎样的一种处境 都是对你们的一种历练 如果现在看不到太阳 让你们感觉到 纠缠拉扯消极的话 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继续等待一下 男生朋友 是要沉淀一下自己 我觉得这个对象 首先是需要你去 你去真正的了解 体会他的心情 然后再去接触的 我相信在通过了 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们可以通过 某一种考验 因为你们之间的连结 我觉得还是比较深的 并且这个对象 觉得你也是那一种 比较值得和适合 长期交往 并且居家 居家和地结成这种 契约关系 一起生活的人啊 虽然现在的关系 情况不是很明朗 因为我们之前看了 Jung the Moon两张 然后Native Source两张 那今天呢 比较可爱的牌 就是这样的 Sun 这样Truck 送子鸟 所以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 都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形成一个这样的 很有力量 很有power的 一个家庭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不管现在的历练 是什么样的 这个人还和你 有一段路要去走 所以呢 先纵容他的任性 和不理智 我们继续再往前 等待一下 把自己先修整好 好吗 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辛苦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希望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开心 平安 幸福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 选择到第二副组牌 参照我为子母B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 今天的抽牌吧 选择第二组组牌 参照我为B的朋友们 你们心目中 所想的对象 喜欢你们吗 他对你们关系的打算 和想法 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 猜猜他的心思吧 好的 OK 这是张正的宝剑皇后 刚掉出来的时候 又有看到 宝剑皇后 我觉得他又喜欢你 想到第二组的朋友 他觉得你是那种很精致 然后 有的时候会有很 很强的这种 自我主张 然后比较独立 应该面容比较漂亮 比较 就是潇洒的这种女孩子 她是比较很喜欢你的 甚至是很想跟你往前 把关系好好进展 Ace of Cups 好的 我觉得这个对象 其实在心里面 应该是在 找一个方法吧 继续能够跟你把关系 递进和展开了 这种感觉 有可能你们 有的朋友 你们是身处两地 所以说有的时候 然后你心中所想的对象 有可能要 思考一下你们的关系 或者说你们的关系 需要很多问题去解决 去商议 但是我觉得整整体的这个步调 应该是比较好的 他其实心里边总觉得自己 有 你有那么一点不好 或者对关系 总有一种 我要多去思考 我要多去判断 或者说怎么才能把关系 经营的比较和谐这种想法 他其实比较害怕在关系里边 他的付出 和他对你的喜爱是得不到回报的 所以有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比较自卑和退休的心理 他是喜欢你的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皮拉的牌卡 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OK Ville of Fortune Fall of Cups Universe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的 OK King of Cups OK King of Wons 不错哦 好的 我就想到他这一组的朋友 综上所述呢 这里是掉出来的牌 我们一起看吧 综上所述呢 我觉得这个对象 他绝对是喜欢你哦 他是一张King of Cups and the King of Wons in reverse 所以我觉得他在 他在看你的时候啊 总会把你看的非常的优秀 又或者说你的一些言言举止 会让他觉得 你非常的有自己的判断和独立性 所以是一个他很难驾驭的对象 但是呢 他在心里边对你充满的是那种柔情 和对你的一种一种体恤和想保护的感觉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是那种喜欢隐藏的人 所以说在行动方面 你有可能看不到 他有可能会偷偷的观察你 默默的关怀你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暖暖的 但是又不知道他在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对象 我觉得他在心里边 会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因为我们第一张就看到了 一张Queen of Swords and Ace of Cups 所以他有可能会觉得 现在的现实因素 又或者说 现在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们之间旁边工作家庭生活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给你们一个很强的契机 让你们能够很明朗的开展这段关系 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 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心中所想的对象 只是现在有点彷徨和忧郁的感觉而已了 那如果是暧昧关系和分手关系 或者说你们的关系正在拉扯 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象呢 他心中是有你的 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但是呢 他迟迟的难以进行一个行动 是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地方 要将要精进 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要去解决 无论是地理上的问题 距离上的问题 还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你们走到了一个 并没有让你们很轻松的 能看待这段关系的时机 因为这样ville of fortune是一张逆位的 最后的时候他会有一种 明明感情可以开始 但是又有一点消极的这种状况 在你们之间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啊 有可能你们两个都会这样去想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打紧的 他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是由于这种 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状况 让他有一种束缚感 他被束缚住了 所以说他必不得不 让自己再多去想想 你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这段关系 或者说他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一张的 Hanged Man Reverse and Eight of Swords 还有一张Fold of Pentacles 他自己掉了出来 所以我感觉哦 感情是绝对有的 但是呢是趋于保守 和趋于一种默默无语的关系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还会再往前进展 甚至我觉得这种能量呢 并不是那一种 消极的 没有未来的一种能量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在想着未来 有可能这组女生朋友 你们想的是 你们两个为什么 没有很走运 没有踩在那个运气点上 踩在那个赛点上 让你们的关系 直接突飞猛进呢 而他的想法是想 两个人一起协商 把你们的问题去解决掉了 所以说你们两个 有可能就站在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你们的感情 你们有可能也是出于 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或者说你们两个的性格 大相径庭 所以在感情上 你们会有一种 要去理解彼此 需要一点时间的感觉 这个男生 我觉得他 他的星座 女孩子你们试试 风向的能量比较强啦 风向星座 水瓶座 双子座和 天瓶座 那男生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水象咯 是巨蟹座 双鱼座 巨蟹座 双鱼座 天蝎座的能量 比较强一点 也有少部分 是处女座的能量啦 处女座 双鱼座 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对象啊 他有可能行动上 比较缓慢 但是你们的感情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来问 他喜欢你吗 我觉得他喜欢你 有八十分 八十分九十分 这样的喜欢 是蛮喜欢的 而且你们的关系 应该是对等的 他对你们关系的想法 和打算是什么样呢 他希望 无论现在的环境和条件 有没有真正的 利于你们的关系 发展和开展 他都希望你们两个 可以像 Six of Swords一样 一起协商解决 通过时间也好 通过感情的因素也好 把这段关系调节好 有可能有的时候 他会躲起来啊 去思考问题 有可能你没有感觉到 他非常热情 经常会带你出去玩 带你去吃饭 会给你很多message 但是我觉得 他是默默的在关心你 并且他的focus的点是如何处理 就是客观的处理好 你们之间的这种问题 这种人能让你们的关系 得到一种开展和进展 你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 在关系里边 两个人都很害怕牺牲 然后如果他没有很多行动 你也会束手束脚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在看着 对方对方的那种行动 而去行动 就是很怕自己在关系里边 是那一个付出的更多 或者说是那种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你们俩是对等的啦 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这段关系会继续发展 而且是朝着稳定的那种因素 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牌掉出去了 我去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是什么 好 我们看到一张King of Wands 看到一张Ace of Cups OK 都是一样的耶 其实我觉得抽指引牌啊 无非就是在我们抽到的牌卡里边 找寻那个关键的点是什么 那个重点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就是张King of Wands 和一张 这儿呢 Here Ace of Cups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啊 如果是暗闷关系的朋友 你们来看这个主题 你们的关系是正在 真的是要正在开展和进展的 你们对对方都有很多浪漫的幻想 并且想开展这段关系 我觉得这个男生他 他应该突破的点是 让自己真正的 拿出像权杖国王 就是用火一般的能力 也有一些火像星座的男生 在这一组里边 但是呢 他的这种情绪上和行动上的展现 并不是很很多 所以说他是 在牌里边 我们没有看到其他权杖的能量 并且这张权杖广是逆位了 我就等他有一天真正的 让自己 真正的在关系里边展现出热力 不再像影视 和调人一样 去徘徊和挣扎 并且呢 去思考那么多 你们的关系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展 爱美关系的朋友 你们的关系是可以开展的 他蛮喜欢你的 甚至会觉得你非常优秀 他不知道你在 你在想什么 或者对待关系的抉择是什么 那他对待关系的想 想法和打算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打算要跟你一起 进行这段关系的 哪怕这当中他有的时候 没有说那么强烈的 展现出自己的个人意志 和他的主观意欲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他都有在 让自己去调节好自己 去努力的行动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要再往前进展的话 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男生的行动是什么样的 那男生朋友你们来看这个主题呢 这个女生是喜欢你的哦 哈哈 他喜欢你其实蛮多的 但是呢 如果如果一段时间 他没有看到你们关系当中的这种进展 和真正的开展的话 他会觉得有一点失落感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组男生朋友 你们需要让自己像权杖国王一样 多展现一下自己的热情和和耐力 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边 很很大的一个决定因素 都是男生这个角色 好吗 好的 我们看今天调出来的雷诺梦 还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里边 有可能也是有一些环境因素 压力 和过多的思虑 导致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向前 但是我们看到ships and six of swords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并且有可能你们啊 身处两地的话呢 是需要在物理上有一个移动 去跟对方见面的 有部分朋友 你们也可以一起远足呀 然后一起 嗯 去 去 去出去度一个蜜月 度一个honeymoon 一起去享受一下两个人的时光 如果你们在等待对方的消息的话 对方是会给你消息的 男生朋友 你们你们是会进行行动 是会给对方一些message和 呃 沟通的 我觉得其实啊 你们的关系有可能会让女生觉得云雾重重 云山云 也是一样的 跟地主一样的 有点迷茫 就是不知道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们却是那种非常理智的女生 想在生活里边和和感情里边都是眼睛不容杀子的 我觉得其实没有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和你们之间的感情 仍然是一个谜团的话 我觉得通过你们两个的沟通和交流 他会给你一个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如果你们还是在暧昧期的话 一部分朋友你在暧昧期的话 你们还会有一个机会和阶段 是让你们两个进去进展 并且去了解对方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蛮浪漫的 有很多 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一起聊天和谈话的时候 不用那么正经微作 有的时候也可以去调皮一点 然后去flirt一下 这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加进展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关系当中 女孩子和男孩子都是那种 还蛮矜持的正经微作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一点激情的 或者说一点就是比较有热情的这种互动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对的人了 this could be the one 他可能真的是那个人 但是需要你们两个真正真正的去拨开 对这段关系的迷雾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一点迷雾重重的感觉 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无论你们处于关系的哪一个阶段 是暧昧期 是断联期 还是分手来看前任 还是一个稳定交往时期 那我觉得稳定交往时期就不用不用去想了 这段关系蛮稳定的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们不用去考虑特别多 然后男生朋友的话呢 有可能你们的关系要 有可能你们的关系里面存在某些某种竞争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 king of wands和knight of wands sorry和king of cups 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你们会觉得 在关系里面是不是你喜欢的对象呢 旁边有很多男士喜欢他 甚至有着竞争的存在 但是我觉得真正让自己呢 去展现自己对待关系的热情 给对方安全感 是非常强非常大的一个钥匙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会进行的还不错的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往前进行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呢 在某一个关系的阶段是一步一趋的感觉 有可能你们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往前再走几步 但是真正的走出去 是要首先战胜自己的心魔的 这段关系我觉得问题真的没有很大 或者说没有那种很 让人纠结和苦恼困惑的 这种感感觉在里边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也是会慢慢解决掉的 因为我们看到两张ships在里边 所以这组牌的朋友 祝福你们 我希望你们的感情能够平稳 顺利的真正的去开展 他有喜欢你 并且对你们关系的打算 其实是一个向上积极的一个想法了 他愿意跟你往前继续走一步 那你呢 你是否也愿意呢 如果愿意的话 你们两个 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继续坚持一下 把这个目前的一些困扰和困惑呢 通过沟通和一些交流的形式呢 把情况调节的更好 好的 有部分朋友你们涉及到一种 一些现实生活 比如说不动产的问题 比如说你们身隔两地 有自己的事业呀 或者现在的事业问题 你们需要去 比如说财产方面 资金周转方面 需要去运作的话 有可能一段时间会让你们觉得 比较困难困惑入不复出 有一部分朋友这样的能量啊 所以说如果是在现实条件里边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先给对方时间 把经济问题和工作的问题 学业的问题先解决了 好吗 现在到第二组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排就读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第二组的朋友 也能够在生活当中 开心平安幸福 并且在这段感情里边 我祝我很看好你们 我也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段感情里边 有所收获 好吗 好的 好的 今天的读牌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 选择到第三副组牌 参照字母为H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他喜欢我吗 他对我们关系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 那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对你是喜欢吗 他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猜猜他的心思吧 好的 第三组朋友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有喜欢 有喜欢我吗 他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也是有喜欢啊 OK很有喜欢 这个我觉得对方有可能跟你是相隔两地的能量比较强 有可能很多有一滴恋的朋友 或者说在远方 这个对象在远方 或者是网路认识的朋友 会想到这一组 他对你绝对是有喜欢的 哪怕是隔着一段距离呢 他还是非常的 对你非常的有关注 然后呢 也有这种情感上的元素 哦 好的 哦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是 Queen of Pentacles But the Lover in Reverse 我觉得啊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感觉有一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呢 或者说 为什么这段感情明明有了感觉 总是难以开始呢 有可能一部分朋友 你们在看分手的对象 一部分朋友 你们的这种关系 明明是两情相悦的 却没有不好往前走 只有这种比较 比较让人无奈的感觉啊 他是有喜欢你啦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两个对对方的喜欢 其实都是有的 但是总是有那一种环境 条件不足的因素 或者说有那一种偏差 感觉到 让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 真正的沟通上 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边是 Night of Cups And the Queen of Pentacles 你们两个是 处于两个世界的 哦 Suit of Source 处于两个世界的人物 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 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很可惜的一种感觉 我再去抽几张牌 给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 分掉太多了 重新来一下 好的 to the ones 好 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这三角关系 来看了这一个题目 很明显的有第三方的能量 如果没有对应上的话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 推出去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 对 其他组牌的解答 那这组牌呢 我感觉到很强的一种能量 就是你们两个有可能升格异地 没有办法往前开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男性人物牌 有Night of Cups And the Knight of Pentacles Man use Thread of Cups Thread of Wands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一组牌 你们涉及到一种三角关系 A Lovers in Reverse 所以说互相喜欢 又好像很难以在一起 这种喜欢让你们感觉到 一种无力感 因为这种Ace of Wands And Ace of Cups 全部都是逆位了 然后会让你们感觉到 有一种拉扯 想开始又开始不了 或者这种 这段关系总是会让你们 有一种权衡和抉择 在抉择之后 又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 一部分你们的关系 命令到的欺骗 和其他能量的介入 让你们迟迟都没有办法 完全地看上这种关系 我觉得你们对对方 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一个人 但是呢 但是你们却非常 我觉得你们却非常的 有一种互相错过的感觉 星座方面 很多星座 我觉得其实你们心中 所想这个男生 很大的程度 他是水象的 Ace of Cups And Night of Cups 所以说是水象 巨蟹座 双鱼座和天蝎座 那女生朋友呢 你们是图像 星座的比较多 摩羯座 金牛座和厨女座 一部分朋友 你们 你们所想的对象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情绪环境的一种因素 但是也不排除 是用火象星座和双子座的 好的 我这这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真的是有点辛苦 我觉得喜欢是喜欢的啊 这种喜欢呢 我没法没有办法打个分数 应该有60到70分的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种喜欢却非常的挣扎 有可能是由于环境 和你们所面临的这种 类似于多人关系的感觉 会让这种感情放大和缩小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喜欢他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他喜欢你也到了一个极点 但有的时候 你什么又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你们关系的开展非常的困难 是因为确实有一方 他很难去把另一方的 就是把自己关系当中的能量给饼 给解决掉 所以今天我们抽到的这张指引牌 是3的Source 是这这张页 所以说有可能你们的关系 真的是让你们伤透了心 伤透了脑筋 很多的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让自己去 真正的看清楚 这种关系里边 你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 却却心心里边总 总是被插了剑一样的难过 很心疼你们啊 你真的是蛮 抱抱你们吧 第三组的朋友 男生朋友 你们有可能面面临到了竞争的对象 那有可能呢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女生 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更加合适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边 如果单单从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对 就是你们对对方的这种感情的动力 和这种motivation都是非常高的 有的时候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但是你们又感觉到往前一步是非常的 就像越了雷池一样 你们对待未来其实都有一种向往 我觉得这个你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其实对待未来是这种幻想和向往的 他很想跟你往前开展 但是又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们两个如果没有涉及到三角关系的话 有可能距离比较遥远 相见的话才能够往前去开展这段关系 一部分朋友你们面临到这段关系里面的某种欺骗和不诚实的因素 这样你对待这种感情总是有一种 明明可以开始了但要但要结束的感觉 一部分朋友你们应该是来看前任 我觉得暧昧期的话 这这这一段暧昧关系会让你们非常揪心 那如果是看前任或者说看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 这个没有给你答案的对象的话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在一种能量当中进行着拉扯 我今天我们抽到的这种指引牌呢 一张是suit of source在这里 一张是it of wants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办法相见的话 也是对你们的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我觉得其实啊 你们两个对对方真的有非常强的这种激情 就是热情和吸引力 但这种吸引力又感觉 你们两个是正在消耗着自己 然后彼此错过的一种能量了 因为这段感情关系让我感觉到 他对你是有喜欢 但是是无可奈何的喜欢 那对未来打算其实也是比较看不清 看不清未来的一种感觉了 是一种伤痛的感觉 因为在未来的计划当中 他想有你你也想有他 但是却仿佛还是要继续的继续的在 另外的一个能量当中徘徊 所以没有对应到这个这个关系的朋友们 可以退出去看一下看其他的解答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在未来你们还会进行的一段的拉扯 因为你们对跟对方的这个 嗯吸引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种拉扯我感觉是循环往复的 哪怕是一段时间你们不再联系了 已经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还会有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会偷偷的去观察你的行动 他也会还是会去幻想 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 去刺探你的消息 偶尔会给你一个message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呢 很大的程度上都会有一种 对就是很难看得清未来的感觉 但今天的答案是他喜欢你吗 我觉得是肯定的 3rd of 1 is the word and the 9 of cups 他对你是喜欢 但是呢他他觉得这种喜欢是只是喜欢而已 如果他能给你一个非常稳定的未来 稳定的生活和物质保障的话 他会觉得自己是那一个可 可以对可以让让你过得更好的人的话 他会往前走几步 那如果不是的话 他会远远的看着 我觉得远远的看着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种关系里边 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拿不清一个抉择 甚至看不清方向的话 我鼓励你们能够让自己更加平稳和平静 过一段时间再看一下这段关系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有可能这段关系给你们的意义 是去经历一段感情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对象 怎么都放不下的话 我觉得对方 让对方给你一个答案 或让时间给你一个答案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药 我们看一下雷诺曼牌 我们首先看到一张 OK老鼠牌 我觉得你们的爱情关系是有的 这种爱情关系呢却参杂着很多的 就是有阻碍的因素 甚至呢 我朋友你们涉及到婚姻关系里边的感情 所以说这段感情总是会让你们觉得 没有那么被祝福 没有那么幸运 明明是相爱的 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前走 所以说我觉得 对雷诺曼卡的能量也是如此的 我相信呢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如果想看对方未来的打算的话 我觉得未未来的打算是没有很强的打算 或者说继续只是喜欢你而已吧 一部分朋友你们有可能正在拉扯着 是不是应该分手 我觉得呢该不该放手是你们自己的抉择 当下这一秒如果没有办法抉择的话 时间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案的 因为我们看到 ace of cups and the seven of swords 在后边 three of cups在后边 the lovers in reverse 所以部分朋友可能你们会经历这段感情的一种消失 或者说经历这种感情的继续的拉扯 没有走向一个特别良好的 你这种频率和节奏的情况下呢 我希望第三组的朋友能够平稳一下自己 因为你们真的是伤心了 你们在这种伤痛当中 有可能在感情里边有一些异性阑珊 甚至会有一种失望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对方对你的喜欢是没有熄灭的啊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人物排全部都正有正位的 所以说我觉得女生有可能你们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有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基础的 然后你们也是被动的人 那男生其实现在也没有很强的这种行动能力 然后感觉他只是感默默的就是关心你 和看着你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都是那种静止不动的看对方的能量 有一点 啊真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无奈 无奈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天使卡给第三组的朋友 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 让我们的天使给第三组的朋友 make the effort 好我们再让天使给我们一些意见和建议 因为天使迟迟的不出牌啊 我们看一下天使为什么 请天使给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一些意见和建议好吗 好 retreat 好我们再抽一张 好我们又抽到了这一张啊 好的如果你们在看正在断联的对象分手对象的话 你们是有机会重新进行沟通然后重新开始的 嗯 reconciliation 你们需要休息了一三组的朋友 无论如无论是你们两个人还是一个人都需要让自己在安静的环境 给自己一段时间如果两个人能一起出去是最好的 摒弃掉周围的环境和能量给你们的压力 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是需要就是去努力一点的去给他一点努力和信心 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谁都没有没有去行动是真的 如果你们真的想把关系继续的话呢 呃 坐在原地我觉得是是比较消极的 甚至会看这段感情的消逝而无而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不要去无动于衷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 我就先给自己一个计划不不用说非得要去message对方去呃去寻找机会谈话 我就先让你们自己稳定下来给自己一个休息给自己一个 空与空闲的时间呢 他就是一个空不滥给自己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间去想想你们的能量在哪里 找回的能就是这种能量 我相信你们会重新的去谈话 这个人回到你们生活 那如果是暧昧关系的话 我觉得暧昧关系的朋友 你们应该去思考一下你们的关系里面 是不是有其他人的能量存在 致使于你们的关系迟迟的难以开展 这个能量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对应到你们的星座 或者说你们的实际的能量的话呢 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组牌 那如果我是在平稳交往期 以及就是在这个关系适应实现的时期的朋友 你们的关系还要继续进行一些努力 然后进行一些观察 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挺辛苦的 你们也充满了这种难过伤心来看这组组牌 首先呢让自己先休息一下 你们真的是需要多爱自己一点 我觉得关系里面无论是怎么样的拉扯 它还是要再继续的 所以在这个拉锯站里面给自己点时间 如果你们真的累了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从这段关系脱离出来 退出一步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一下 这段关系是你们真正喜欢的和可以坚持的吗 好吗第三组牌的朋友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希望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也开心平安幸福 嗯 照顾好自己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